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字观点 而在这一次的疫病特辑里面 我们选了一本非常重量级的阅读 也就是瘟疫与人 在欧洲旅游的时候 或许你在教堂修道院里面 曾经有看过这个符号 这个符号是代表这个教区 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重大的瘟疫 而造成的地方 至少超过三分之一人口以上的死亡率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实际上瘟疫在艺术史里面 一直伴有一个独特的地位 许多的画家他们透过颜色构图 来记录人类面对大自然最无情的冲击 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 以我们看到的这幅画里面 是发生在16世纪的时候 在马赛的一场重要的瘟疫 这场在马赛造成的大瘟疫 到底是什么疫病所形成的 没有人知道确切的原因 根据文字的记载 有些人说是天花 有一些学者相信是鼠疫 但有更多的证据指向 它可能是伤寒 但是无论如何 这一次的疫病 它改变了马赛在地中海 它独特的经济位置 无独有偶的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在1918年的时候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而各地的士兵 返回到他们的故居的时候 带来回去了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 我们知道这个是西班牙流感 或许许多的朋友认为 流感只是微不足道的伤风感冒 但是对于20世纪初的人 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种心形 而大规模的呼吸道感染 造成了当时将近2400万人的死亡 你可以看到从美国到欧洲 他们征调不同的名车 从公车到卡车 来当作是运送大体的交通工具 而在这样子的疫病里面 迈克尼尔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 疫病它不仅仅它会带出 社会最潜藏的问题 它有时候也会改变 人类历史的进展 这就是瘟疫语人里面 最重要的书写观点 透过这本重量级的瘟疫语人 我们可以跟读者朋友们 来分享一个重要的观点 瘟疫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 来改变人类的文明进展 而我们的读者朋友跟我们的观众朋友 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跟观点 来看待这本书呢 请收看今天的青春爱读书 瘟疫与人 作者迈克尼尔 曾任芝加哥大学历史学习教授 他是第一位以聚观的角度 将疫病与文明发展史结合在一起的史学家 迈克尼尔以编年史书写 讲述人类从史前时代到现代 疫病如何影响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 西班牙人征服美洲 蒙古人进攻欧洲 这些胜利的战争史背后 其实都与疾病息息相关 在疫病面前 人们看似无助 然而迈克尼尔也提点出 现代公共卫生与医学的发展 也为人类带来希望 青春爱读书 我们读什么书 在今天的青春爱读书 我们要跟大家读的是一本 在疾病还有流行病上面 在阐述非常经典的瘟疫与人 所以我们一起来欢迎苏尚豪医师 来 苏医师你好 苏医师你好 苏医师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来 老师请坐 苏医师呢 他之前呢 在青春爱读书 跟我们分享过很多他的著作 那包括了像开堂史 还有暗黑医疗史 那这些书呢就是 你们可以在国外 或者是在台湾的这个 像很多得奖的作品里面呢 都可以找到苏医师的作品 那更重要的是苏医师是一个 专业的心脏血管外科的医师 是 我们今天要来聊的这本书 是瘟疫与人 拿起圈叉牌 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本书你们看了之后 你们喜欢吗 对 喜欢这本书吗 还是看得懂吗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喜欢的话 就举圈 如果你觉得说不了解 或是没那么喜欢就画叉 让我看一下喔 来 一 二 三 苏医师很意外吧 蛮意外的 是 很意外 为什么不喜欢啊 不是因为我觉得这本书有点太过厚重 就是刚开始我认为不是那么难理解的书 但是看了之后没有看解 我就觉得它描述的方式有点难以理解 我认为这本书它太过于不高发味 让我们没有办法用一定乐趣去看待这本书 所以我觉得它没有那么的有趣 也没有那么的好多 我喜欢温义语人这本书是因为 我觉得这本书里面它结合了历史 然后一些公民的一些独裁的一些理念 包括生物学的一些基础 虽然说它里面的文字比较繁重 但是我觉得它同时就是补足了 我在高中三年所学的东西没有学到的 我觉得温义语人这本书它内容大部分都在讲 欧洲那边的历史 我本身是喜欢中国方面的历史 可是其中有一段就是 中国把病菌传入欧洲那段我还蛮喜欢的 我看的书里面好像就只有这一本 它是把疾病当作是人类的 兴衰起伏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比如像1918的大流感 造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停止 所以这本书它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切进去 所以如果你一开始就对疾病的发展有兴趣 才去看人类的兴衰已经有一个图谱的话 你可以得到一些乐趣 确实都有看到很多 其实我根本一开始都不知道 所以其实这本书我是看 就是重复看 每个章节会重复再多看个几次 才会去了解它的脉络是什么 那遇到不懂的名词 我就赶快上Google去搜寻说 这到底什么意思 我会喜欢这本书的原因是因为 我对生物学和医疗学 甚至是历史这方面都非常有兴趣 因此我选读这本书就是 一方面是增加我对各种的知识的 更加的认透以及分析 然后帮助我以后就是 未来朝这方面的发展能够继续 文艺人这本书其实已经很久了 这本书其实已经超过40年了 对 可能比在座的这些同学的父母亲年纪都还大 对 我必须要提醒同学的就是说 在看待这些疾病发展模式的时候 都会觉得他抓到了一个好像 一个解释历史的通论 但是必须要提醒大家 他可能都只是虾子摸像一个源头 我摸到腿所以大象像柱子 我摸到鼻子这样像水管 其实大象是这些东西组起来的 那你多看总是对我自己有帮忙 当然是为了让观众朋友 还有现场的年轻朋友 更了解《瘟疫语人》这本书 我们准备一个青春问答 如果同学们知道答案呢 就用ABCD把它写下来 这是第一题 以下哪个印度文化的出现 是为了避免各部族之间传染疾病 A 瑜伽 B 种姓制度 C 将死者放入恒河 D 印度飞饼 同学们来知道答案的话 请翻版了 1 2 3 大家都是B 加配是不是 加配 他透过种姓制度 将比较高层的人 与比较低层的人分开 这样可以避免 就是低层的人可以和低层的人传染 但高层的人比较安全 仲豪 你为什么选B呢 因为我觉得他们 就在课本上面他们解释的意思是说 他们高层的人觉得他们低层的人很肮脏 我看来的话是觉得说 因为他们当时可能已经有一点医疗的进步 所以他们可以知道说 哪一个部族之间有什么样的疾病 然后再利用种姓制度去隔离 答对了 对 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他们会认为下阶层的人 好像是会比较有一些多的传染病嘛 因为下阶层的人生活条件不好 就滥仓啊什么的这些会比较多 来 下一题 中国东北的人看到懒洋洋的天竹鼠 会采取哪一种行动 A 带回家照顾 B 吃掉他们 C 拔营远离 D 拍照留念 1 2 3 B跟C两大族群这样 徐同学 来 因为我觉得 他让洋洋的代表说他不会怎么在活动 也就是说他可能有生病 或者是什么病毒在他体内 所以他才会不那么的活跃 就是第一个想到就是中国可能很多人都会有吃一些 像是生死或者是身处的习惯 所以我第一个想法就是他们可能会吃掉他们 那我们请书医师来公布正确答案 答案是C 阿英离开 这也是书里面讲的 就是说为什么北方人曾经有过鼠疫之后 中间就发生比较少 那之后为什么鼠疫会到南方来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当然这也是我也是觉得这是作者的一个猜测 当然有他的论点我们就接着看下去 就先接受 但基本上看到生病的孽齿类 他们应该是会远离了 好不好 来 把这些放下 我们看一下下一题 以下合者是伊斯兰 伊斯兰叫特殊的饮食习惯 这题看很简单 A 吃香蕉皮 香蕉剥皮 B 以碗就口 C 竞吃猪肉 D 站着吃饭 来 A B C D 把你们的答案写下来 答案是 这应该很简单 C 伊斯兰叫他们竞吃猪肉的人 就是因为他们觉得猪肉就是 对 就是很脏 很脏的东西 所以他们觉得很脏 所以就是不会去吃它 那答案是 来 答案就是不吃猪肉 不吃猪肉 但是基本上是以不干净的话 不是书的标准答案 书是说掏虫病 因为我们吃生肉的话 就会有掏虫病 其实也不是只有伊斯兰叫 像台湾医院 它是基督教的一个分会的医院 他们也不吃猪肉 所以就是这几个问题 最主要就是跟观众朋友来分享的 就是实际上 瘟疫语人里面 他用不同的角度 生活习惯来进行疾病 传染病 它怎么样在社会里面发生 流行 然后到最后消失 有没有对书中 哪一些疾病或历史事件 印象深刻的 有没有 在瘟疫语人当中 令我最印象深刻的 想必就是黑死病 黑死病 因为在当时欧洲人口叫少的时候 却造成了如此重大的伤亡 可见这个病不容小觑 才能让古今的人都惧怕它 印象深刻的是天花 天花 因为它跟现代的水痘很相似 而且我认为疾病最重要的 不是它造成多大的伤亡 而是人类第一个战胜的传染疾病 感冒 为什么 因为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可以很常看到 一般人会认为它只是很小的感冒 就比较不会去重视它 可是它如果真的没有都去重视它的话 可能就会造成很大规模的传染 像这次美国的那个 这一次在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的时候 美国也爆发了流行性感冒 造成了很多人的死亡 那书医师怎么样看待 就是他们其实也提到很多疾病 我补充两个小故事 黑死病在犹太人死很少 所以犹太人的反犹情绪 在黑死病的时候达到高峰 犹太人只做一件事情 他什么事都洗手 念经洗手 吃饭洗手 上马洗手 什么都洗手 所以这个观念 现在是不是也传来了 对不对 第二个 天花 清朝人攻打明朝的时候 他们有先锋部队都要得过天花 而且还有疫情报告 就说这个村有天花 所以要绕过去 然后得到天花的人 我们是隔离 对不对 不对 要是得到天花的话 那皇帝要先去躲起来 他们有个机构叫必斗所 必斗所的意思就是 如果有疫情来了 那皇帝就要赶快跑到那个房间 四周围起来 不准靠近 而且都要检疫 对不对 要看看哪些人 生病人不能靠近 大家知道隔离这个字 Quality这个字怎么来的 这个字就叫40天 40天 为什么叫40天 就是黑死病流行的时候 有一条船如果要来海上 但是要怕他们说 今天回去这个进去里面 会造成这个疫病传染 不管是好坏通杀 全部都在港口旁边 一个远远的地方 就给我先住40天 原来是30天 后来改成40天 所以隔离这个字 原文字就是40天 对 它就是那个拉丁的Goranda 就是因为这个书中 它主要就是它提说 每一次的一个瘟疫的发生 然后都带来一些文化上的一些冲击 那我就在想说 那现在这个新冠病毒 对于我们现在的文化 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因为目前的话 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中 但是我目前是还没有观察到 什么样的太大的一些文化 文明上的一些改变 这也需要时间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们现在那个下水道接管率 你知道为什么会有地下水道吗 霍乱 因为英国那时候霍乱很厉害 就发现水井跟大便走的路 是一条路 到最后水会在下面渗在一起 所以后来就发现 大便要走大便的路 水要走水的路 那从那个概念慢慢进来 就是公共卫生有产生的改变 对不对 对 可能去做说 为什么医学进步会造成 人类寿命的延长 可是后来发现 并没有 应该是公共卫生 比如说下水道 疫苗 还有一些健康概念 还有就是不能抽烟 要吃维他命 对不对 这很多概念 所以你刚刚讲说 是不是这个新冠肺炎会造成 我们会有什么影响 我想这应该在你的世代 比较容易看得到 我的世代 我们的世代看不到 可能是已经很后面了 其实你们看过 瘟疫语言之后 里面的疾病都很厉害 动不动就是百万人 跟千万人的这个上升 所以有的人 有的人会觉得就是说 现在的新冠肺炎 没有这么严重 那是因为我们采取 很强力的措施 我们因为已经做了 一个很好的措施之后 就像SARS 为什么到最后 也没有往全世界反出去 因为他的病程更快 但台湾我为什么 可以超前顾顾做到 因为我们SARS的经验 已经告诉我们 要早点做 不然会太晚 对不对 所以今天才会有这种结果 这个是医生证明的吗 不是 这是公卫手段 公共卫生手段 对 对于那个前一阵子 那个英国的佛系防疫 就你认为 那个群体免疫有效吗 没有效啊 书上也解释得很清楚 要多少年 书上有写要100年以上 他认为要至少三世代的人 都得过这个病 对 三世代 大概差不多100年到120年了 对不对 而且要得过病的人 要活下来 没错 要活下来 然后他们的孩子 还要也要一起得 而且要一起活下来 要一起活下来才有用 所以这个事情 没那么简单 没那么简单 是不是 在书中 有提到一个特别的观念 那这个观念呢 第一次出现的时候 就是在出现在 大众阅读里面的时候 造成的话题 那就是聚继生跟微继生 那关于这个 就是书中提出来的概念 同学能不能为我们大家 来解释一下 里面所说的 微继生跟继继生 微继生指的就是微生物 比如说动物对人 或者是人类对动物 这些以小型的微生物 来透过寄生的方式 来寄刀宿主 一旦寄生的宿主死亡 一旦微生物失去宿主 那也会跟着死亡 那聚继生就是指的 就是说政治 或者是说剥削 那书中是讲说 就是不能剥削得太超过 这样子 就像西欧的封建制度这样子 君主跟灵主的关系 其实也可以说是一个 聚继生的概念 我觉得他解释的东西 是过于简单 为了要解释他的整个系统 但是要大家想一件事情 就是说 今天疾病的过程有那么简单吗 我觉得应该是说 我们没有一味的挨打 我们肠胃到有那么多细菌 那个细菌只要单单 任何一株拿出来 你把它当成伤口这样化 你的手就会受伤会感染 可是它存在我们的肠子 为什么不会让你生病 而反而让你会头好壮壮呢 对不对 这就是一种共生法 共存共荣的概念 所以聚继生和维继生 这种是单纯只有宿主跟 宿主被牺牲 或者是吃掉他的人 会造成他的影响 我认为不会 我认为就是 到最后会发展成一种 什么系统 就是大家 你不要给我太厉害 我也不会让你太难过 对不对 这种情况 会变成一种恐怖平衡吧 也能这样想 聚继生跟维继生 也是就是迈克尼尔 用来解释 就是从环境 人 社会 跟疾病之间的互动的关系 那么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在他当时 所提出来的时候 它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说法 是一个有创意的说法 所以就是我们在阅读的时候 是了解一下 就是书写者 他对这个事情的观点 有时候观点不一定会正确 有时候尤其是经过了时间 一个世代一个世代的检验之后 发现这些观念会旧 那现行在现在的世界里面 就是我们在看 无论是公共医疗或什么 还有哪些可以补足的地方呢 太多了 随便艾滋病治疗好了吗 对不对 癌症治疗好了吗 对不对 还有就是这个 这个叫做肺高压治疗好了吗 我随便举太多病了 在疾病的面前 还是要保持谦卑的态度 我们人在这个地方生活 不是只有人类 但是我们可以看 人类已经把这个地球 40年来的储蓄都快花光了 对不对 那第二个就是说 要有比较好的概念 不是说正确 因为我现在讲说 什么什么是正确 很可能十年后就被打脸 就是说当代比较正式的概念 比较觉得正确的概念 要去遵守它 而不是去另辟蹊径 去做一些 一看就知道会有问题的案子 那第三个 永远保持这个求知的心情 就是对于一件事情不了解的 不要奏下结论 要去慢慢地去看它 不管是人生 还是你的求学 这是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当然了 透过了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 我们可以重新再去检视 人跟自然之间的关系 那当然疫病怎么样发生 怎么样流行 怎么样结束 在这个瘟疫与人里面 有很详细的阐述 那么不足的地方 或者是值得探讨的地方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要透过不断地阅读跟讨论 来革新 就是已经或许 已经是70年代 80年代的概念 这也是阅读它本身最重要的意义 那今天非常感谢 年轻的朋友们 一起来参加讨论 那也非常感谢 这个书医师现场 来跟我们分享 那如果你们想要了解更多 就是你刚刚讲到的 有趣的 轻松 但实用的医学尝试 一定要看书医师的书 真的 好不好 那今天就谢谢大家 谢谢 传染病到底怎么样开始 那它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结束 人类在漫长的文明发展里面 如何以科学来解释 疾病的发生 自从显微镜发明之后 人类才意识到 原来有一种看不见的微生物 它让我们的身体产生了变异 而这种变异呢 其实就是不舒服 最严重的会导致死亡 而在这漫长的生物学 到细菌学发展里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他就是路易巴斯德 巴斯德被认为是细菌学之父 不过呢 传统的传记里面 都喜欢也善于 从巴斯德 他如何去思考 这个科学技术的演变 疾病应该怎么样来杜绝 跟预防 但是呢 拉图 这位伟大的思想家 他写了一本非常有趣的传记 也就是巴斯德的实验室 在普法战争之后的法国 是文明的废墟 那么在这文明的废墟里面 他们怎么样来建立现代的社会 实际上我们今天的世界 都在1871年之后 有了很大的进步 而阅读这一本 巴斯德的实验室 细菌的战争与和平 让我们更细腻地去了解到 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 面临了下一次的瘟疫 还面临了新的疾病 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方式 什么样的心态 去面对 这才是这本书 给我们真正的启示跟价值